他本出身贫寒却成长在大宅门 你从小就是吃薄鲜饭长大 你骨子里就渗透了薄鲜鲜的一切的恶劣的东西 大宅门的生活让他富足无忧 却因为富足无忧的少爷绅士让他一路坎坷 四点钟以前必须把你们的狗头替光 为了摆脱资本家的出身 他极力劝导杨姆放弃股息和房产 他在我的动员下已经放弃股息放弃一半了 但是那天突然间要改了 他说这一半我也不放弃了 劝导魏国他终于养母决裂 我说这么说你就绝对不可能做 他说不可能 四年劳力之后 当郭宝昌再回到杨姆家中 却发现杨姆已经不知去向 鲁豫有约 郭宝昌讲述他的苦乐人生 现在让郭宝昌导演 形容自己的养母 郭荣的话 他会用一些特别好的词 说他的养母是一个特别要强的 特别能干 特坚强 特有远见的女人 不过在郭导还是一个年轻人 想做革命青年的时候 他想跟家庭划清界限 想跟养母划清界限 所以那个时候他跟养母的关系 非常的不好 文革开始之后 在南口农场劳改的郭宝昌 就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而当时他更是被宣布为 无期徒刑 出身是这么重要 太重要了 它要影响到一个人的前程 从1966年春节 因为自己的身世问题 与养母决裂之后 到1969年1月 老改龙场散了摊子 郭宝昌又被遣送回电影学院 前后整整三年 在电影学院的留棚里 被关了一个多月之后 郭宝昌终于得以回到 东华门养母的家中 去看法文青 而这一天 恰好也是大年三十 与养母这已经是 隔了好长时间了 对 我先到原来我们 原来居住东华门 我当时一看 前面 门已经堵死 住了一家人 门洞里边住了一家人 然后我又从旁边进去 走到垂合门 垂合门堵死 垂合门里又住了一家人 这已经乱了套了 过不到后面 然后我又从后向照进去 才找到这个门 后门进去 里面也没有人 完了以后我就问 我说原来住这家人的 他们说不知道 我说原来有一个叫郭荣 他说不知道 我说原来月下的人 他说不知道 我搬来的时候没有人 就是我们家是扫地出门的 哎呀我到街上 我说我这上 没地找了 无家可归院 我想起来我妈妈在 在这个 前面外还有一所房 那是买给我结婚的 我说我到那个房去看 我到那个房走到那一看 愣着划着大牌子 草草四条革命居民美药会 我说你加强革委会啊 我就往里走 一直走到里院 出了一个老台 他说你找谁 我说我找郭荣 他说郭荣不住在这 他认出我来了 说你是郭伯昌吧 我说对 你放出来了 我说我放出来了 他说你找你妈 她坐在下车 简易房里 她不在这儿坐 我说我能去看看她吗 她说看去吧 注意划清界限 我说他们谁跟谁划清界限 她资本家我反个命 我们俩的一条船上的贼 我们俩还怎么划清界限 我就去 我就往下车走 我走到门口正看见我妈妈 搬着一个箱子在卖 他什么话没说 他就拍着箱子 没法活没钱 卖箱子 说这么一句 我说哦哦哦 你里边坐 我说哪啊 他说这里边那间 七平方米的一个小屋 但是他当然希望我回来了 但是我说我回来也行 我说你必须承认一点 你错了 我当时你把我赶出门去 我让你交出财产 我说你不同意 而且你认为共产党要改造的是我 犯错误的是我 我说现在你怎么样 抄家 你现在什么都不是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说我当时我跟你说的对不对 你把我赶着家门是不是错了 哎呀 他的心都已经是碎着的心了 我一定要在他的心上再抬几脚 这很卑劣 很无耻 我母亲非常 非常坚强 我觉得他好着好着 他是一个不认错的人 太了不起了 不像我们软骨头 他在这个选择中间 他可以不选择儿子 绝不认错 他说什么 不认错 我说你错了没有 他说当时我不知道党的政策是这样的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党的政策 我说你错了没有 他说当时我是不明白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理由 我说你就说错了没有 你就说错了或者没错 不认错 我说那好那对不起 我说我不可能回这家 我说我走了 拿下来就走 哎呀 老太太不行了 那儿子啊 你回来 叫了我一下 我站住 他过来 他抱着我 他说我压你这么大 不容易 我想你 你不能走 哎呀 我说我是 我是很卑劣 我说你说你错了没有 叫什么说 我最后把他推开 我走 走出门以后 那会儿已经路灯刚刚亮的 下了小雪 我就一直往外走 我就知道 他一定追出来了 就是走到互动口 我一回头 就是小雪里边 他站在那个路灯底下 他希望我回去 我要再多看两眼 我也就回去了 我没有 我牛头会走了 这是我一生做的一件 永远不能原谅的事 这是宝爷最难忘的一件事 这是他跟养母之间的关系 宝爷一直还有一个希望 他就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知道自己的身世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就之前去看过一次三姨 也跟他们的家人通过一些信 通信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了解到自己的身世 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1969年3月 郭宝昌又随着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 下放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 腰占宝的4619部队干校 我以为自己没事 又开始胡说八道 干不了的成功 结果又把我抓出来 接着到 那一阶段也是搞得我很狼狈 在这一个多月里 郭宝昌冬日入年 那种屈辱可就是 比这个 在监狱里边还要厉害 还要厉害 而且他们 这个官方要逼着我的老公 逼着我的女朋友 不要太跟我断 要跟我断绝关系 当郭宝昌正在干校挨诊的时候 一位朋友给她带来口信说 她的养母因为想念郭宝昌 已经哭得双目降级失明 震惊的郭宝昌便托付旅游 再回北京三村时 一定要去看到自己的养母 她去看了吗 去看了你的养母吗 她去了 她情况怎么样 当时 实际上我在那一段 我就跟她 第二次决定以后 我虽然内心一直在 但是 我觉得我 我从感情上 我无法割舍 和我养母的这种 这种关系 这种情感 真是无法割舍 那么 我这个朋友给我送完信以后 我非常震惊 因为说她快双目失明了 就每天哭 当时我请假呢 我要请假回家去 因为又正在揪着我 每天我要八个小时 这个弯着腰绝着屁股 在那挨披头 我要请假回去 看我的资本家的妈 肯定不行的 不允许的 于是 我就 我就 我就说我去看我的生母 因为那会儿已经 我哥哥已经找到我了 我说我去看我的生母 我生母是拼弄 找生母的故事是这样的 当时宝岩呢 其实已经先见过了 自己的亲哥哥 已经跟亲哥哥之言有过交流 大致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是啊 你亲生母亲 你应该去看看 他说狼 养了一只狼 一只胃不熟的狼 我知道什么 就是我和我的新生母亲 没有任何感情 而且我很讨厌 当时宝岩还在农场的时候呢 他们曾经收到过一封信 那封信在那已经放了有一个多月 如果再没有人拿的话 可能会被退回去 当时那封信的信封上写的是 李宝常收 所以郭宝常并不知道这封信是给自己的 不过这封信他反过来以后 再反面就写着 如果这封信没有人收的话 或者寄不到对方手里的话 就退回去 那么退回的那个地址写的是莲花像 那个地址是他三姨的那个地址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 郭宝常拆开了这封莫名其妙的来信 拆一拆我都做了 就是兄弟我找你多少年 我终于拿到你的地址 我再不知道是不是你 假如是你的话 你找到郭宝一封信 我一看这 所以我就眼在下来 我赶紧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我说 你找的就是我 我说我希望你有东西 你来我来一趟 一个月之后 大哥果真来到了张家口 来到了郭宝昌所在的感想 郭宝昌也因此对于从大哥的口中了解到自己的架势 我母亲就是买儿买女结果买的乱七八糟 然后姐姐也就买了几岸 十三岁我接受不了 但是在大哥回家之后 干教理五一六运动开始盛行 郭宝昌以宣扬风自修毒素的罪名又被批斗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郭宝昌再也摁拉不住 想要回老家 看望大哥 看望亲生母亲的想法 于是他费尽心机 想管理干部请了家 但在回老家之前 他先到北京 看望了自己的养母 您说有的时候 说实话可能会伤了亲人 当时您就跟养母说实话 说我要去看亲生母亲 对 结果老太太是什么反应 他呢 他当然 是吧 你亲生母亲 你应该去看看 当然不是 我这个 我这个 举重深深伤害 我当时以为 以为这个事 我养母可以理解 那么实际上我从 家乡 看望我亲生母亲 我回来以后 一天早上起来 我在院子里 她在屋里 我就听她 一直在那骂 她说狼 养了一只狼 一只胃不熟的狼 我知道是骂我 她不能接受 她不能接受 实际上我假如 撒个谎 我觉得也无所谓 实际上我妈妈当年 花那么多钱 围着那么多的人 让他们不要讲出来 也是撒谎吗 不让我知道吗 围起我们母子的感情吗 让我真正的爱她 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撒谎 告诉她 我们俩是真正的 就是母子 没有别的任何因素 完全应该的 但是我没有 但是即便是我跟她说的实话 我也应该把进一步的实话告诉她 就是我和我的新生母亲 没有任何感情 而且我很讨厌 我只想知道这个人在哪 我已经知道了 就完了 同时而已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话我也没有说 所以一直到我养母去世 她都没原谅我 现在啊 谈起养母 是让宝爷觉得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她总觉得当年做了很多 特别对不起她的事情 后来呢 宝爷所在的干校解散了 宝爷终于又能够回到家 回到她养母住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房子 大概只有七平米吧 在那呢 宝爷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的家庭 有了家庭以后 他可能更能够理解 养母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 1973年离开干校之后 郭宝昌被分配到 广西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 而在当年 那儿不过是一个 只拍纪录片的电影场 当时分配广西的都不愿意去 反正人家都有后门 啪一走 啪一走 有北京了 那他就受我这个 是受我这个 没人要的破烂 最后就发配了广西去 在广西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 郭宝昌是帽子 拿在群众手中的反革命 只要不老实 帽子随时可能扣在自己的头上 那么我下了以后呢 居然把那个 拍国庆节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那是另眼看待了 就在这个时候 广西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 要上满一部故事片 郭宝昌被任命为该片的副导演 那这也对某些人来说 也是一块肥肉 那么 我在筹备阶段 他们又告状 又把我拿下 那么最后 让我仍然去拍纪录片 当郭宝昌完成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任务之后 又一次接到参与故事片电影拍摄的通知 这一年已经是1975年 而他是被导演点名挑中的 真正开始拍戏属于大器晚成 75年 给成音导演做副导演是吧 对 那不算我拍戏 我给人家当拐棍 副导演不适合真正拍戏 当副导演第一次75年 对 因为那会儿 像我这样的人 我当时已经 觉得我没有坐在导演的位置上的可能了 但尽管我自己还依然非常努力 我还不愿意放弃 但是那会儿的环境 也不允许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因为那会儿竞争非常激烈 而且有一些人一天到晚在看着你 老想整你 那接近这种 就把刀老是搁在你的头顶上 那么我经过几次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那么始终就 我就不可能坐到这个位置上 一直到春音导演 到老西去拍片 他要我 他点名要我给他做副导演 后来我们党委都跟他说 不可能 他说这个人是反革命 你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去做副导演 春音说别人我不要 于是我 正经八百地坐在电影的副导演的位置上 1975年挺重要的一年 当时成音导演就要郭宝昌 帮他做那部电影的副导演 虽然宝爷自己不觉 这是他第一部戏 不过这部戏呢 帮他算是一个 开了一个特别好的头 这以后他开始慢慢地拍电影 到后来拍电视剧 1977年夏天 四人帮倒台以后 北京开始落实政策 郭宝昌接到了 领回自己 在1966年文革当中抄家时 被抄走的 两万一千八百册 长书的同志 但是那会儿我没钱 我根本拿不出买火车票的钱回北京 最后我想我早晚得走到北京 从小就世书如命的郭宝昌 最终还是从朋友那儿抽搐到了回北京的路费 回到北京领回自个儿那两万一千八百本书是吗 全都领回来了吗 一本不差 全都领回来了 但是一本都不对 有两个是对的 我当时非常激动 我从小我妈妈每月给我四十块钱 那会儿一个人的伙食费一个月才七块钱 我每年我每月有四十块钱零花 我基本上用来买书 所以我那些书对我来说真是宝贝 完了以后到了北京 到北京以后一宿没睡 睡不着 激动 第二天就跑到郭子健 我去拿书 完了我带着几辆三轮车 带着平板车什么两千八糟 到那以后我就把那条交给他 他一看 完了他一查队一查咋干什么 哦 他说知道 他说这个两万一千八 然后就过到东城区 然后就直过东城区这个大店 里边有几个标性大汉 这个光着膀子满身都是汗水 完了拿着那条 完了就高叫一声 两万一千八 知道吗 就扔手一困 就扔手一困 四十又一困 四十就八十外边有人汗 四十八十多少困 多少困 有人在记录 哎呀 怎么可以这么认识 我这特性能啊 我赶紧过去 我就想把这书 我想把它都码好上 结果 我一看那书都不是我的 我这等会儿都 我就别扔了 我说对不起 我说这书不是我的 他说你要不要 我说什么叫我要不要 我说我从广西跑到这来 我当然要了 我不要我来干什么 他说你要让你都拉走 你不要你就等着 我说我要把这书拉走 我说人家来 人家拉什么 拉你的书 轮上什么是什么 哎呀 我不拉走怎么办 就拉两万一千八百册别人的书 对 找多少本最后是自个儿的书 有一百多本吧 拿回两万一千八百本书 里面有一百多本是自个儿的 剩下两万一千六百多本书都是别人的 但好歹把那么多书拿回来了 宝爷特别高兴 但接下来 一九七八年吧 发生了一件让他特别特别通心的事情 因为在那一年 他的养母离开了他 一九七八年元旦 在广西的郭宝昌 接到朋友的集店 母并非素贵 他当即借钱 买了火车票 一路北上 但在他回京的途中 母亲宣誓 守在他床前送中的 竟是郭宝昌的三姨 后来三姨告诉郭宝昌说 她的养母临终之前 只留下了三个字 留下了三个字 哪三个字 无牵挂 那是对我的恨 或者是对我爱极了的恨 而最终说无牵挂 也是要了他的 你能够明白他这么说什么 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为什么 特别能够了解 实际上他知道这句话肯定会通过 就是你们要告诉宝昌 我无牵挂 他就是对我恨极嘛 但是我恰恰从这里面看到 他那种千长挂毒 那种百般的思念 他割舍不下 所以宝业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结 就是他跟养母之间 其实是彼此特别爱对方的 彼此最牵挂对方 最心疼对方 但到最后那个结 可能都没有完全的解开 这是一份挺大的伤痛 没有经历过这样生日死别的人 可能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但是郭宝昌自己的生活 在那个年代慢慢的开始有所变化了 开始变得好 因为整个国家也在变得越来越好 这个社会也在变得越来越好 不是 扬言使我产生邪念 等我准备铺床的时候 要躺下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 你打开门竟然是他 到七八年全国开始 右派都开始要平反了 于是郭宝昌也到北京 就是到处去递材料 也希望给自己能够平反 一直到了79年年初吧 才有北京电影学院派人到广西去找他 说你的问题经过查证是属于冤假错案 你可以写一份材料 递上来 我们再研究一下看怎么处理 这之后等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才有了最后的一个结论 就是彻底平反招学 然后郭宝昌才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毕业证书 那个毕业证书盖的那个章 那个戳写的日期是1979年的7月份 1979年7月份 郭宝昌当时考进北京电影学院1959年 准准过去了20年 1979年郭宝昌平反之后 在广西新闻记录电影剧片场 接到了自己有生以来担当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故事片《沈吕峰的迷雾》 1980年郭宝昌与妻子离婚了 也是在这一年郭宝昌完成了电影《沈吕峰的迷雾》 并把首映定在了母校北京电影学院 当时很多很多人这个劝阻我别去 说说电影学院当时有一批家伙 这个这个很疯狂的 就是他们很不客气 是你骗子只要不好 中在有点什么这个洛书套的东西底下就会起哄 《沈吕峰的迷雾》在放音之后 得到的却是全场观众的掌声 这之后呢郭宝昌开始拍电影 在拍完《沈吕峰迷雾》之后呢 他在广西场又拍了三部电影的 然后在1984年 他拍了《平成》当中第一部电视剧 那部电视剧是什么并不太重要 之所以重要在于那一年 因为拍这个电视剧在深圳 碰到生命当中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女人 第一个女人应该是杨姆 第二个女人就是她现在的太太柳格格 1984年郭宝昌从广西新闻记录电视片场 借调到深圳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 来到深圳后 在自己知道的第一部电视剧里 他认识了柳格格 他很漂亮 他非常漂亮 从1984年到1990年的六年时间里 他们合作拍摄了五六部电视剧 但彼此并不熟悉 直到1990年郭宝昌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为了怀疑后韩信的女后一决 他才辗转 找到当时正处于感情低谷的柳格格 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郭宝昌的太太柳格格 谢谢 84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见钟情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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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我那会没什么邪念 真的假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我就觉得很漂亮 我的气度非常好 气非常棒 就是这样 我当然是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能够合作拍戏 就培养有邪念的机会 对 那到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个感觉 别老说邪念 到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个感觉 觉得对这人有好感了 嗯 后来 其实其实 这谣言四起的时候就有了 哦 你们俩没怎么着 剧组就容易这样 对啊 就谣言四起 这个我觉得 有时候正是帮这种忙 本来你没这么想吧 他们俩怎么怎么着 我一想 满脑子想想 哦 有点意思啊 这反而到促使我这么想 那会儿 传了很多谣言 嗯 那个谣言给他也带来了很多不幸 所以是谣言把你们俩给促使到一块了 嗯 不是 谣言没有 谣言使我产生邪念 就是这样 那格格呢 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人有好感了 那就是 九零年参加他那个 嗯 怀音和韩信 哦 怀音 怀音和韩信 韩信电视剧 那在哪拍的 在怀音 所以怀音是定型的地方 对 怎么开始的呢 就是打电话 嗯 他一个电话是打到朋友那 因为那个朋友说 那个能不能找着格格 嗯 他知道我跟他特别要好 嗯 你就说你 那我准备有个戏想让他上 结果我那朋友说 哎 他就在我身边 结果电话就接过去了 电话里第一句就说 嗯 我离婚了 哎 我说 怎么离婚了跟我说 因为我们俩的关系没有进到 这个离婚 这么私人的事情会跟我说 嗯 所以第一吃惊就是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 我说 我也不知道该安慰他好 还是替他惋惜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嗯 结果那个第二句他就说了一句 我 喜欢上一个人 我想想喜欢什么人又跟我说 哎 我说怎么很很奇怪啊 我说谁 我一说谁 他马上说你 弄得我 最后幸亏是电话 因为如果是他是当面的话 弄得我真是很尴尬的 因为这种场面我没有见过 那你当时说什么 他说是你以后你说什么呀 我没有说话 我沉默了 因为我没法回答他这句话 然后他马上就岔过去了 岔过去以后就说这个角色的问题 说你有没有时间来上这决策 这是给我的信息 我知道你到了怀音以后 一下 可能一到当地 也有一个什么 他让你被吃惊的一个举动 没错 嗯 那个制片部门来接我的时候是 给了我一个信封 他说这是导演给你的 我一打开以后一看里面有两百块钱 跟一张纸条 上面写了那么两句话 就说 下飞机以后 希望你在南京吃一顿饭 嗯 我在招待所等你 然后就是两百块钱 就是意思让我吃饭的 我说哦 我说我还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纸条 第一次 我说那天正好是下着大雾 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根本汽车都无法行驶 但是还是这样开过去了 因为全剧组人都在等我 开了整整一晚上吧 第二天几乎是第二天早晨才到 到了怀音 其实南京到怀音是路程并不遥远 但是开了整整一晚上 到了以后我想肯定都在睡觉呢 所以等我准备铺床的时候 要躺下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了 所以打开门 竟然是他 就是有没有开水 问这问那的 我说我说不知道 我说我刚刚到我都不知道 反正 特别关心你吧 但是我弄得我很紧张 因为没有一个导演说的是 是这样子去关心一个人 一般导演也不会 所以弄得我真是很紧张 很紧张当时 但在这部戏在怀音两个人的关系 就从一般的导演跟演员的关系 成了恋人的关系了吧 对 因为我就这部戏才开始观察他 也开始接受了这个人 才开始注意他 就像别人我周围的人所说的他 说的他的这个优点 说他很有才华 说他很有魅力 说他很这个这个这个很敬业 什么的说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才注意他这方面 以前从来没注意过 两个人从 84年开始拍戏认识 一直到90年开始谈恋爱 到98年才结婚 等于谈恋爱谈了8年的时间 在谈恋爱之前 在结婚之前94年吧 那个时候郭宝昌已经开始动手写大宅门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 他已经是几亿起稿 这中间也是一个特别难忘的 漫长的很不容易的过程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拍过十几步 我跟他合作拍过十几步 因为我太了解他的系统 所以我按照他的系统作我来写 那么那个拍到第三集的时候 就有投资报的问题 你闪了个性 我还得陪人家喝一帮下三烂 纯纯一帮下三烂 实际上在40年前的1955年 当郭宝昌刚上中旭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着手 将自己经历的宅门生活写成小说 这一稿最终被自己的仰慕一把货复制一举 下到网约里班长以后 当时我除了下乡 除了这个拍纪录片 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办 自己还是偷偷的又写 但是大宅门的第二稿 还是在1980年郭宝昌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 被一把货烧掉 时隔14年之后 他再次决定完成大宅门这个宿愿 第三稿写得容易吗 第三稿写得最大容易 因为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 我家当时写的时候你在北京 把它都放到那深圳去了 对对是吧 他那时候在深圳还有工作了 在深圳电视台 但他每天写完以后会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我又写了什么 会吗 对 我当时真是沉浸在他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因为每写一场好戏的时候 他就要电话里头给我描述 写了这场戏怎么精彩在哪 哎呀电话每天晚上的电话就是我下班回去以后的电话 就是他的这个电话 真是我一直陪伴着他就是 大家感觉是 我也是在在在在激动在兴奋当中 就那个时候是最幸福最幸福的 因为你知道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对我们会觉得这样一部好戏 谁看到这个本子都会抢的投资 但我听说你们找这个投资给你们来拍这部戏的过程特别特别难 是很难很难 因为他毕竟是只有影视圈知道他 大家还是社会上很多人大部分人不知道他不了解他 所以谁愿意把这么大巨大的投资 就是放在他身上去冒这个险 大部分就是说投资投资方吧 都是那些不是这个影视圈的人 影视圈的人反而没有那么雄厚的自己 做生意的事 所以让他们能看懂剧本 让他们能理解你 就不大可能 一般我们知道这种生意在酒桌上才能谈成 当时肯定陪无数人认识不认识的喝了无数的酒 是这是他最讨厌做的一件事情 那怎么办呢 也得去 那会主要 前期投资没有那么困难 那会大家看了剧本 传的已经 已经沸沸扬扬了 大家觉得有这么好的剧本 那么我们实际上选中了投资方 选错了投资方 可以这么说 选错了投资方 怎么叫选错了呢 我们选了这样一个投资方 已经开始运作 后边就是由于投资方的问题 使这个戏拍了三集了 停下来 我知道在拍那三集的时候 就现在世青高娃演的那个角色 去格格演的 那个角色就是给他写的 因为我太了解他的戏路子了 我跟他拍了那么多的戏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拍过十几部戏了 我就跟他合作拍过十几部戏 所以我太了解他的戏路子了 所以我按照他的戏路子 我来写的这个角色 那么那个拍到了第三集的时候 由于投资方的问题 一下子搁钱 而且让我背了三百万的债务 而且还要弄到法院去 法院也介入了 而且北京黑社会也介入了 搞得非常恶劣 所以造 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在这 我底下再找投资 就相当的困难 我们两个九死一生 他为这个流了多少血 不是累啊 是血 非常残酷的 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不能说就是 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各个各个面是非常黑暗的 没有法 也到不了他们身上 实际上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在类似隔钱以后 于是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我会打这门 我不管做什么样的牺牲 我都得把他进行到底 于是我开始找各种各样的人来投资 我在那几年的时间找了八十多家 而且每一下我都要陪他们去喝酒 有些人完全是骗子 他就是要见你一面 有时候给你拉一两个明星来 他要给你照个相 完了以后你再打电话干什么 那边的人都找不到 我大概那八十多家我喝了有两吨酒 每次去喝完酒回来我都愤怒 我都发火 完了以后第二天又来了 说谁谁谁某某公司某某经理 他那帐上趴的有好几千万 你来一趟吧 我说哥哥我还去吗 哥哥说你去吧 我说万一这家要是真的 哎呀无数次都是在他这种鼓励下我才去的 我说大家去吧 去的我回来我再发脾气 第二天那帐上趴的一亿多 一亿多你来一趟吧 我说哥哥我去吧 你去吧 我看 就这样啊那是人过的日子吗 我尽管这么酒鬼喝这种酒我非常屈辱 而且有的时候我坐那一喝酒我一看对面的脸色 我就真的是个骗子 他说过来过到眼前喝一瓶酒了 我再喝把这大耳瓜子扇他 我还得陪人家喝一帮下三烂 纯粹一帮下三烂 不过这些酒喝过之后终于找到了是吧 哎呀最后是中央电视台余胜利 所以现在余胜利活得很 他真是厉害 他一看着这个本子他跟我下的街心一样 我跟他一点都不熟见过一两面 最后他就觉得我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要把这个戏吹上吧 中央电视台的余胜利 最后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戏 当时知道自己能拍这部戏了 那种心情 哎呀我们俩那会儿几乎等于是那个世界末日到了 我每天俩都坐在一块儿 除了你冲着我心酸我冲着你落泪 没别的 那几年是那样 所以那会儿有很多人说你还是得出来拍戏 你不拍戏你这个劲儿缓不过来 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拍了这个 露子金城 还是露子金城 后来还拍了一个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版权都不在他手里了 所以就是比较失望 就是世界末日 因为当他的这个剧本的版权不在他手里的时候 就说你没有选择权 你也没有机会拍了 你没有权利 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了 他面临的是一个亲生儿子被人杀死了 所以他没有 没有后路了 堵得死死的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我们就是在 另谋出路 所以整整等了四年时间 没想到真是该是他的还是他的 只有那个 那个买断版权的这个 这个投资方又回来找他 因为他找了一圈导演 嗯 人家一听说是他的 人家说我们不干这种事情 最后他的还是他的 还是还坐在他身上了 真好 所以就说当时真是很幸运 而且还有一帮好朋友 就是因为他被吵了 当时把导演都吵了吗 他被吵了以后 所有的演员集一集罢工 我不演了 我还找张艺谋呢 嗯 张艺谋就问那个 你知道我跟郭导的关系吗 哈哈哈哈 哎呀是 都昏了头了 嗯 所以终于拍出来了 终于拍出来了 现在都是 后话了 那个过程 是挺精彩 因为人就活在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这个过程可以写一个 非常棒的电视剧 等到能说能写的时候 一定会是特别棒的 大家们后来我们都知道 拍了第一部第二部 在全球的华人圈里面 都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 是一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 在这之后呢 郭导啊最新的一个作品 是一部兴趣电影 谢谢 这部完全不同于传统戏曲电影的《春归梦》 是郭导昌继《大宅门》之后 采用前卫电影艺术表现形式 创作的一部戏剧电影 这部《春归梦》 我们再过一段时间能够看到 我们还特别好奇想问问您 就是我也说我们特别希望就是 《大宅门3》有没有可能拍 嗯 这个是一定要拍的 我想总会有这一点 因为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既不能扭曲也不能掩盖 历史也不容忘记 历史就是历史 假如我们不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那就不要去做一个文人 或者做一个意识人 艺人文人就是要真实地去拍 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信心 一定会有这一点 德国觉得跟郭导在一起这么多年 特别值得吧 值 真是假值 咬的压说值 真是 把心理说是值 虽然是这个过程非常 嗯 与众不同 但是我这人是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而且是能使我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 能这个甘心情愿地当当店小二 这是她的魅力所在 不会有人让我折服的 她让我折服就说明她身上有很多过人之处 嗯 嗯 所以我我我死生没有没有嫁妇人 哎呀 嗯 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实在的最感人的一段爱的表白啊 嗯 我们希望不久之后能够看到郭导说的大宅门三 嗯 我相信如果到时有这部戏的话 今天他讲的很多故事的情节 就会在那部戏里面得到最真实的 最生动的反应 相信那也会是一部特别特别好看的戏 嗯 今天特别感谢郭宝昌导演 感谢柳格格 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难忘的故事 谢谢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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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